而且可能大部分的工作量 可能還是落在臺灣人的身上 還有熊本廠的臺灣員工就反映 日本的HR算錯了薪資的稅率 使他們被迫補繳稅 上臉書爆料的臺灣員工很氣憤 因為事前並沒有人跟他們說明 日本的稅率 而算錯薪水的日本HR 事後既沒有道歉 也沒有被臺灣方面給懲處 還有一個不能不嚴肅 看待的問題 就是臺積電工程師 在臺灣雖然是屬於薪資金字塔頂端的那一群 但是放在全世界就不夠看了 例如臺積電市值比三星高出了三千多億美元 但是員工的薪水遠遠不及三星 在富比市的全球最佳雇主排行榜上面 三星已經是蟬聯榜首四年了 但是臺積電在榜單上的七百多家企業當中 排在五百多名 臉書爆料社團就有人說了 三星或者英特爾想要贏臺積電 只要來臺灣設廠 讓員工準時下班 不用加班 也不必隨叫隨到的話 就可以吸引一堆臺積人來跳槽 而且現在年輕的時代越來越重視生活 跟工作的平衡 臺積電的工作文化恐怕也到了 必須要改進的時刻 我們再來看到臺積電的美國廠 其實美國補貼了六十六億美元 就把臺積電去請去 蓋了三座的先進晶圓廠 真的是非常划算 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現在面對抗中的晶片戰 可以說是信心滿滿 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老牌節目 六十分鐘的專訪的時候 他就驕傲的表示說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 中國落後美國好多年 不過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時候 那冷不方就被主持人史塔爾 潑了一盆冷水 當場提醒並且糾正他說 你口中的這些成就指的 應該是臺灣的吧 美國聯準會下週即將召開利率決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